努力往前跑 許多人喜歡參加馬拉松 就連冷嗖嗖的冬天也不例外 公園裡有民眾早起打籃球 不僅穿得很少 居然還有人上半身赤裸 但這是錯誤的行為 天氣冷運動保暖措施一定要做足 醫師建議頭上一定要戴帽子 最重要的是保暖背心 穿多方便又能保持身體核心溫暖 最後再加上長褲和長頭襪 就能出門跑步 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當核心肌 這個區幹力量保暖 說剛才講 如果剛開始你穿個背心動一動 以後大概比較熱了 再把背心脫掉 不要馬上就衣服脫光了 就在運動這樣其實很危險 冬天運動小心猝死 暖身步驟不可少 可以先進行靜態伸展 例如坐姿前彎 轉轉腰再做開合跳 弓箭步等動態伸展 總長要超過15分鐘 最後再快走10分鐘就能開跑 這個時候通常是在增加到 220下的時候 就表示你軟身夠了 就比如我平常心跳 然後70號的下 那我現在一量 現在動一動 大概90下的時候 大概軟身夠了 運動後大量流汗 吹冷風可能就會感冒 也可以準備毛巾擦汗 傳回背心 再進行10分鐘的收操 例如利用滾筒按摩小腿 沒有滾筒也可以利用路邊設施 最後補充高熱量食品 避免身體能量流失太多 不足以應付冷熱變化而生病 記者先回想 許家方台北報導 然後到 到 到